二百九十六到二千零一十八花样人生私放简案,作为一名上海姑娘,她凭借自己独特的时尚品味,在日本闯出了一番新天地, Wantflow这个年代想要出名,当明星的人太多了,而想在日本的时尚界和演艺圈闯出名头来,对于国人来说,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龙梦柔之前有个湖南妹子,叫龙梦柔,以自己长得像人气女神星云结衣的舌头,获得了国内以及日本媒体的关注,甚至成功的飞到了日本出道, 龙梦柔心云结衣,虽然成为李短三的人气话题王,但网友对他的评价却都褒贬不一,为了出名而却刻意模仿明星,根本就不是真实纯粹的自己,社会不会永远需要一个复制品,丢掉了灵魂的人一点都不为了,难道中国姑娘不靠噱头,在日本就混不出名堂了吗? 当然不是这个说法,毕竟,这个上海姑娘就是最好的例子,她叫林木惠美,中文名吴子亮,1985年9月13日出生于上海,现在是日记华丽模特,演员,杂志主编,有年时期在上海度过的吴子亮,因为父母都在日本工作,所以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很少,期间你只和奶奶住在一起, 在上海完成了小学学业后,12岁的吴子亮,跟随父母移民日本,定居京都府,并改名林木惠美,她是日本超人气模特和时尚穿搭校主,现在在IMS上,已经拥有了104万家的粉丝,早期进入日本学校的林木惠美,不仅没有因为与言不通的问题被排斥,反而凭借超高的颜值成为校园人气王, 小巧却饱满光泽的嘴唇,天然又精致无瑕的小脸大,整齐的平流海显得单纯又可爱,无法让人不为之心神当药,再加上小鹿斑水淋淋的大眼睛,完美秒杀人和卡斯兰效果,杀伤力之巨大,谁都移不开目光,不仅有张好看的脸,连身材也是无可挑剔, 身高168厘米,体重43千克,是优秀的模特身材没错了,在读初二的时候,林木就被朋友推荐参加了少女西时装杂志 17的模特选拔,固然顺利的入选,从此成为17的专属模特,或许你还不太了解这本杂志,那么告诉你北川景子和水源西子,也是从17起步了过,虽然1704年修刊,但却是一本传奇的时尚杂志,而从林木会每当上模特开始,就成为了越来越多女孩的穿戴指南, 她可以穿上吊带裙,拎着副古珠红色的手提带,完美眼淫嫌美至细学院风,也可以换上干点的灰色西装,摇身一变酷酷的时髦职场女OL,穿上豆沙色的灯芯绒长裤,上眼,抑郁风情女子都迷失之旅,怪异的大开叉露旗上衣搭配阔腿裤,俏皮湖婆的少女元气运动风扑脸而来,每一件搭品在她身上,都有了自己独特的 灵魂,所有元素,都淋漓尽致,而思想里的日常打林木,也是充满着小女生的古灵精怪,她会把黑发用橡皮筋扎成一截机小炸弹,也会把刘海两遍,都编成细细的小麻花,随着林木人气的不断上涨,各种品牌活动也开始邀请她出场,而灵巧的林木也从没出过球,各种主题活动,她都能搭配出得体的状态, Chanel一系黑色牛皮颠约长裙,搭配黑色项圈,包包和细根鞋,完美呼应了Dio的高贵典雅,戏肩带也巧妙凸显了锁骨的优势,Dio同样是黑色长裙,在祭坊西的活动中就多了一丝挑衅,长统的红棕色皮靴,加上红色的裙尾,有一丝张扬冷艳却又不显傲慢 出席运动品牌鬼种虎的时候,就换上了街头轻便的牛仔外套,鬼种虎来到M.I.U.M.I.U.的秀场后,在林丝小吊带裙里搭配件墨绿短衬衫,还选择豪满的橙色化色情统对比色,瞬间转换成甜美清新的森林少女 M.I.U.M.I.U.在模特界,吸收了不少经验的林木,开始慢慢打开了演艺圈的大门,与着陆大明星合作 2004年出演了绝名子演唱的歌曲《银花》的MV,担任女主角 青春的少女形象令人心动不已 2006年与藤木之人《酷钱惠离香》一起出演青春的偶像剧《烂妹掌门人》 2007年与智希人《横山玉》《填口春之界》 年妹出演的校园剧《悠闲俱乐部》 2008年与《草金刚》《松下奈续》等共同出演的爱情剧《我的野蛮女友》 还因为拍戏,与被中国粉丝亲密,地称为《熊猫》的山田小枝,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做花茶看搞怪三连》排到了2011年 林木甚至创办了自己的时尚杂志 而且自己担任主编,好奇封面图上的Mama Amp,Baby 没错,林木其实已经是一个妈妈了 在2013年2月14日,林木与一鸣从事时尚相关行业在南子闪电结婚 而在10月7日,林木就带下了一名体重2900克的女艺 拥有了一个妈妈的新角色 娱乐圈艺人常常都会晚婚晚欲 但林木是在28岁,就早早的生下了宝宝 成为一名美貌的人气辣妈 她像是所有独立女性的榜样 将家庭秀恩爱与事业工作同时进行 从来没有耽误过其中一项 她会和宝贝一起去游乐与玩耍 也会一家三口一体在林间小道散步 即使是怀孕之后 林木依旧保持着健康生活作息 身材完全没有受到影响 这大概是所有女性 梦寐以求的模样吧 拥有甜美又性感的外表 高挑又纤细的模特身材 也拥有自己的独立事业 以及幸福美满的家庭和孩子 她从不去模仿任何人 埋没自己的简单和调皮 她没有任何网红脸的痕迹 甘情自然是她最好的标志 在许多故事中甜美的公主都会被孤立 在校园中越是漂亮的小姑娘 越被人整骨挑 死的也是数不胜数 但转学到日本的林木惠美 完全没有因为外来身份和语言障碍 被同学排挤或是恶作剧 反而成为了人人都像和她玩的伙伴 这和她帅真可爱的性格 也一定是身离不开的吧 即使当上了妈妈之后 对待工作也丝毫没有懈怠 林木的生活品质从来没有下限过 对于自己的人生 她游艳有余 日本的时尚界并不简单 而林木作为一名上海姑娘 能凭借自己独特的时尚品味 在日本闯出的这番新天地 有多么优秀已经不言而喻 像林木惠美一样 活出自己的饭儿 没有人可以复制 这才是正确的生活方式 N南方文化产权交易所 是广东省政府逼准设立 省委宣传部主管 省金融办行业监管的 国有综合性文化产权交易服务机构 是广东省建设文化强势规划纲要 2011-2020年 重点项目 主要包括三大块业务 版权 国有产权 以及文化商品的交易服务 文化企业的投融资服务 文化产品金融创新服务